坐著站著採訪就是坐著採訪 不可以站著採訪就是坐著採訪 前幾次聽到一個陳維廷丟血案判決 拿鞋子去丟現場的就是拿鞋底這種最卑欠的東西 丟到人體最尊貴的撥尾最有罪 那所以那法英九那個丟書 拿那個報告被人講的 對啊 所以以後可以拿書丟人是沒事的 對不對 拿錢丟就變得好 對對對 這沒辦法 我如果PAN常常被要去 團體要去做 就要特別來做網路直播這些東西 他說 然後就是大家都會很心忠忠的說 我把你列為協辦單位喔 我說好不要不要不要 我們就是單純就是你告訴我有這個訊息 那我去採訪 那如果採訪上有什麼你可以給我協助 給我網路給我電 給我一個好的位置 給採訪 不要把我公共想要去採訪 不是轉 不是替免的做網路直播的服務 是採訪 那這是一個 那如果是就是要 因為現場有很多就是可能不是 苦狼王是媒體 那PAN是媒體 那工林那個單位是工林團體 但是工林團體就是回歸到那個 我們都是人 對不對 一般人 一般人 所以好像也可以採訪 所以我覺得那個問題是 如果我是媒體 如果找問我的話 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大概地位太低了 沒有被邀請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問我的話 我也許應該就是 事後之明啦 也許會問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採訪 我是去採訪的嗎 我還是什麼 可不可以不要列明 可能這些會先問他 我不列明可以吧 你可以你會允許我去吧 所有的主流媒體都沒有列明 嗯 就很有趣喔 在那個座檯裡面 所有的主流媒體都沒有列明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自己覺得我是媒體的話 我會先 我的定位是媒體的話 就會這樣做 但是我如果是一般人 不是工林團體的話 我同意工林的說法 就是說要看得比較 因為畢竟很多傳播的型態都在改變 報導的型態都在改變 其實他的目的 可是他的本質沒有變 他只是要把 值得公眾知道的資訊給傳播出去 那或者是說 就是689裡面講 監督跟資訊這兩件事情 如果去的能達到這些目的 每個團體或每個一般人 或每個媒體 都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有人要用比較笨的方式 就是被利用或被顯示自己很準 那也是他自己的選擇 畢竟你傳播資訊出去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做採訪者 每個人都有採訪的自由 去到任何一個場合 如果那個場合是公開的 沒有被限制的話 那只是說你 你畢竟還是要問你自己採訪到的 就是有傳播出一個資訊負責 你如果顯示的是一個白癡的狀態 那人家看久了就覺得 下次看到你就不要看白癡 或者是 我就是要看白癡表 只是一個不樂節目 那也OK 那 那 兄弟的角色 或紅黎的角色 或偏陽的角色 或公民團體角色 可能 都不一樣 所以傳播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所以 我覺得 就是我們去參 身為媒體去參加 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只是要 確認清楚我是誰 我今天是媒體 那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練你 我就不要練你 你如果拒絕我 不要練你 你一定要幫我 你一直 才能進來 對不起 我就不去 可能 我的選擇會是這樣 那也許 有很多 還有很多種不同的立場的人 會有不同的考量 那可是我覺得 那種場合 就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就是去 只是我沒有說掉而已 人家可能會覺得你是去過 沒有 沒有問過耶 然後反而我回應說 是因為 是有一個公式的 是什麼 他就說他好像是讓你 沒有 就是譬如說電視 或是暴擊平台的為主 沒有 對 因為你們有一個公式 然後他們就說 所以 就不算 那種間就不算 好 那個 就是 我們時間有點不太夠 然後 有人 有這個 我們開放兩個題目好不好 有沒有人